只因看了一眼风韵的女保姆 大官儿子喝醉酒当晚就做了禽兽 殊不知女保姆夫妻二人第二天连连意外死亡 只留下了一对可怜女儿 心有不甘的大女儿带着村民去镇上为父母讨公道 却惨遭大官儿子报复 被连夜烧了房子 孩子临时搭了个棚子今晚先住着 明天再砍点竹子或点泥巴 四面墙就围起来了 现在你爹妈都不在了 既然你不愿意去书家 那要多住一个人安全 说放火的人肯定是赵剑 他在这儿是在警告我 如果我还敢去深渊的话 下次就可能会让我和妹妹也葬身火海 甚至怕还会报复你们 真是造孽啊 没想到赵剑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得到敏家村示火的消息 崔向东人都懵了 当即拨号给了苏百川 舅舅是我向东 麻烦你催催我吗 快点让我走马上任 向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舅舅以后再和你说 好 等会我就给你妈打电话 第二件事 立即通知那些兄弟们 让他们先把赵剑的左腿打断 打断后再把脚筋挑断 等到了下午时 再打断右腿挑断脚筋 向东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要让那个畜生 知道什么叫我有恶报 另外 再让他说出 昨晚派谁去敏家村放火的 把放火的那些人也都抓起来 好 向东啊 恭喜你要高升了 高升 对 刚接到张书记的电话 说是要把你调离农记站 去镇大院内上班 哎 向东你以后 可不用在这干脏累活了 高升了 可别忘了 我这个老大哥 社长 张书记要把我调到哪去 去信访室 给李道国同志当副手 那 去他们要的高升 让我行政妇科调到信访办 李事业复古当副手 这不摆明羞辱吗 快点去镇大院报道吧 以后再高升了 可别忘了 常来娘家看看 刘开明说完 就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接着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 砰的一声大声 崔向东去信访室报道没 没有 甚至 他都往来过镇大院 有意思 这个崔向东 是要抗拒组织的安排吗 梁皇 是我 赵刚 赵县长 下午两点之前 你必须得把那十几家企业老板 再请到镇上来 届时 我会带着云湖县 封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 招商局局长等人过来 争取再挽留下他们 最起码得搞清楚 他们为什么撤资 好 我马上去办 别急 还有两件事 你注意一下 第一件 彩虹镇的老镇长 已经去县里 递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书 而且县里 也答应了老镇长的辞职 鉴于彩虹镇当前的特殊情况 青山市为组织部会 亲自派一个新镇长 明天空降彩虹镇 老镇长这时候脚底抹油 明显就是不想被卷进 十三企业撤资事件中 可是新镇长是谁 暂时不知道 但这也足够证明 青山市对我 尤其是彩虹镇近期的工作 相当的不满意 要不然也不会绕过我直接空降了 赵县长 是我拖你后腿了 梁华 你就别说这些了 最后一件事 你帮我调查一下 昨天去了彩虹镇的小建在哪 他到现在还没回家 我真担心他又私自去拙事 哥 其实昨晚敏家村走水了 那就先不要着急找他了 梁华 你立即和娄小雅 亲自去请那些老板 午后两点 赵刚带领庶名下属 再次来到了彩虹镇 县长 您辛苦啊 今天 我们就算依旧无法挽留各位老板 但也必须得搞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撤资 什么时候搞清楚原因 或什么时候离开彩虹镇 我会带领全镇的干度 全力配合您的工作 这时 隔壁盘龙县的县长孙大名 突然驱车来了 众人皆是一乐